这一盆铁蟹莲李昂春庄 中间的这个枝条上面的这个花全部都开败了 这个花瓣都掉掉了 所以现在就要对它进行一个花后修剪 让它第二次开花 怎么修剪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这个李昂春庄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它长出这个花芽的这个两个地方呢 它就不会再长出叶芽 所以我们看哪一个这两片叶子下长的是花芽 那么就往下剪看一下 好像这个枝条这里就有这个花芽 那么我们就只要从这个地方剪就可以 等到时候呢 它这两边就会长出这个叶芽来 等这个叶芽长大之后就会开出漂亮的花咯 这样的话这个越剪 这个铁蟹莲开的花就会越多 现在就从这个地方给它剪掉 这样就可以了 就像这一边的花芽 只帮你看到一边 跟大家调芽 咯 就是小董 现在给它 看签 特别的叶芽 一个加 paid 编金的叶芽 叶芽 感谢观看